司法院大法官今年5月7号 针对原住民狩猎射击 枪炮弹药刀蟹管制条例 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 公布式字第803号解释 但是视线的内容 却让许多族人感到失望 而国立东大学法律系 也特别举办比特云奴 站在一起座谈会 邀请猎人及专家学者 一同回顾剖析视线结果 希望对后续行政与体系实物 发展有所因应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去回应 整个大社会 特别是我们的司法部门 到底原住民族狩猎 跟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 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关联性 还有它要呈现出来的一个 内部的法律传统 跟习惯规范的价值跟意义 超商或是市场跟普及 可以买到一些买到肉 以及其他各类的生活必需品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会想要 就是放弃 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年轻人 都感受到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我们的原住民族很有未来 座谈会邀请部落猎人到场分享 传统狩猎文化中的含义 并针对第803号 一些内容做足讨论 同学们也希望能透过面对面的 座谈方式 能在法律与传统文化价值的矛盾中 开始建构具有原住民文化 抵律的法律素养 803之后未来狩猎的文化 会不会有所变化 或者是年轻人又不愿意来谦卑的去学习 又不愿意去改变政府 我觉得是都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点 透过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我可以先从自己开始反思 就是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做得更好 除了针对事先案内容做出讨论 会中也有族人提出部落自治 以及争取原住民大法官的论述 但在大法官803号实现之后 台湾的法律改革 是否能追上原民文化流逝的速度 仍需要更多族人共同思考与关注 原始信我本期间 加特地板台同事才能报道